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了解他們的負債情況 對預測公司的前景很有幫助 他們的見解這麼獨到 難怪在去年10月擊敗了 清華、北大、香港大學等 15隊參賽隊五 勇奪第一屆 國際會計師公會 案例分析比賽冠軍 三位同學當中 有兩位都是來自內地的 你們覺得香港的學生 和內地學生有甚麼不同 其實我覺得在1997之後 大陸和香港的交流的機會 是越來越多的 好像我們今次這樣 學生之間的交流 都有很多機會 還有這裏可能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形實生活 所以可能這裏 學生對我的現場 對所謂中間發生甚麼事 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次的比賽 你覺得哪一個項目 是最具挑戰性的 第一個是 Stock Price Valuation 叫做股票股價 因為這部分 學到很多東西 是我們現在上課 還未交到的 第二部分 就是 Corporate Governance 作文叫做 公司管治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近幾年 是很流行 和是很新的 所以其實 我們因為沒有工作經驗 所以這方面 不是太了解 所以在這個問題 都花了很多時間和深思 一個出色的國際會計師 應該具備甚麼條件 首先當然要熟悉會計準則 其次就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 要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 今次的金融案例分析比賽 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學生用英文匯報的 謝教授 很多人都以為 做會計師 以為懂得計算就可以 但原來 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 都很重要 為甚麼 因為你作為一個會計師 除了你要知道自己的 專業的知識之外 你都要解釋給你的Client 知道 為甚麼要做這些事 哪些東西是重要的 所以有時候 他有些事 可能是自己公司 有些事 他就不想分享給其他人 知道 所以你就要跟他解釋 今次的競爭對手 都相當強 你覺得他們贏了在哪裏 溝通能力 所以他上台 那時的表現非常之好 另外一方面是他們的Teen Spirit 他們整個合作的精神是很好 大家一起做事 大家分光分得很好 謝教授又說 近年經濟復甦 市場需要大量的會計人手 不少會計系學生 未畢業已經被會計師 招攬了 所以他們很鼓勵 學生去參加這類的分析案例比賽 當是增加自己的實戰經驗 輸人都是其次 有的 同樣子 哪裏 也有的 在旁邊